花莲县府委托社团法人中华民国文教产业发展暨补习服务评保协会 办理花莲县新秀公共托婴中心 在18、19号两天要各办了一场次的招生说明会 也要请家长带着宝贝们一起参观校园的环境以及体验设施 一起了解孩子们的第一所学校 花莲县新秀公共托婴中心这次招生32名 满了两个月未满了两岁的婴幼儿 两场的招生说明会除了说明招生相关规定之外 也要请家长带着宝贝们来参观校园环境以及体验设施 一起了解孩子们的第一所学校 学园学中卫为让县年轻人乐婚怨生能养 从107年开始 花莲市凤林镇以及余里镇各设立一处公共托婴家园 新秀公共托婴中心则是在今年10月升大开幕 针对0-2岁的幼童宪服与提高生意的补助 扩大发放各项余儿津贴 建构多元托婴服务 以及积极部件托婴资源中心四大主轴 建构优质温馨的托婴网络 让家长们能够兼聚育儿的事业 全力打造移居永续幸福花莲 而这是招生的新秀公共托婴中心 其经营团队引进智慧托婴 使用智慧闯电 透过AI数据了解孩子的收音品质 家长能够通过APP等资讯设备 能够了解孩子的心跳 体温以及其他成长数据 中学聘请专业经验丰富的托婴人员 以及专业教师 让花莲线小百分门们在托婴中心中 快乐学习安心成长 社会所长曾家福表示 花莲政府致力于花莲打造成为友善的育儿环境 减轻家长育儿重担 与县内持续建构多元托婴服务 提供公共社区托婴家园以及托婴中心 居家式托婴服务 以及临时定点托婴服务等各项行托婴服务 相关托婴资讯可以参考 花莲先生的社会网站来查询 这个中文字幕提供